大家都知道小乔是一个一时大于操作的英雄 这一局前期我就一直被针对 一次 两次 三次 对于小乔这种偏向于中后期的英雄 前期打疯了是特别难受的 想把优势打回来 就得看你对这个英雄的了解有多透彻 打野在上路 所以刷一下打野的小野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面不想给我们 原方从正面接了 那这波我们可以充当一个刺客去绕后 大招加速进场 一技能带走敌人结再往回拉 等一技能的CD 找好机会 一闪带走对面什么东西 鱼的被动刚刚触发过了 所以我们回伞加速 逃离案发现场 再看下路 吃个血包可以再下去打一波 这个距离很短 所以不要用一技能打野怪了 不然等等一技能还在CD 我们就打不出第一时间的伤害了 老头看到我下来了 然后他就直接上了 锁到了 先扔一再扔二 可以让敌人结瞬间爆发 因为二技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先给一技能 老头的话也是把对面的鱼给带走了 来看小地图 猫和鸟再往上转 刷完小怪就立马得去中右蹲人了 没时间去刷大怪了 我突然在这里蹲着 对面拿什么想得到 先把猫给秒了 别让他的大刀给扔出来 接着这个小鸟 你告诉我他拿什么好 赶紧把中路兵线推过去 推一塔 然后敌方的蓝去刷了 赶紧去刷一波 其实打回节奏真不难 只要让对面关键性的人掉一次点 就可以找到机会了 来看中路 跟着龙兵推进不要入视野 只要谁敢上来清兵 直接一场给他秒掉 这个方法秒人80%都能成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打鱼没有直接给一技能 因为我在等回赏的被动 我以为秒不掉他的 可惜的是刚刚浪了一波 然后节奏被打了回去 看小地图 这种位置我们不用犹豫 直接去到后 这波老头是肯定要急的 小鸟也上了 我们开大加速 抛到龙坑 这个位置输出 刚好两个都可以打到 大招带走敌人杰 可惜小鸟有名堂 试着去注意一下 但是不要盲目的进红区 然后沈梦西过来了 大家看我的操作 精彩绝伦 真的精彩绝伦 一技能去探一下 二塔旁边这个草虫 如果没在的话 应该是走掉了 最后一波 打两个肉 一定要注意 抵好日木的被动 没技能了 就用平A 也可以连日木的被动的 鱼根本就扛不住我的伤害 还来了一个梦奇 这波我就不信 我三条命 他能直接给我打趴一下 二技能脚下吹 开大往后拉 说实话梦奇是真的肉啊 打着打着 自己的复活甲就掉了 但是我还可以换一个装备 站起来一键甩给他 日木的被动也叠起来了 下一发一技能 我就不信你还能扛得住 坐下 感谢了